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早安英文 我是Neil 我是Kirsten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嘿,Neil老师 最近追了什么美剧吗 我最近在看那个金庄律师 一个法律的剧还蛮好看的 上次你好像跟我推荐了呀 我最近一直没时间好好追剧 6月的时候呢 咱很喜欢看的那个女子监狱 Orange is the New Black 都出第四季了 我竟然现在才知道呀 我个人也很喜欢看这部剧啊 I heard that season 5 had got ordered by Netflix 我听说第五季啊 已经被这个Netflix这个公司给预定了 那当然了 这部剧在本土可是很火的呀 这个get ordered 又是被预定的意思 Netflix的剧呢 很多时候都是放出一整季 一次放出来 真的追起来特别爽啊 是的,是的 就是每次要耽误好多时间来看美剧 但是呢 也有蛮多生活的乐趣吧 那么今天呢 我跟Kristen老师 柯柯老师 跟大家聊一聊 怎么用英文来谈论美剧 咱们看的美剧啊 其实大部分是由电视广播公司 推送的叫做Networks 美国有一些很著名的Networks 比如说推出了Modern Family 摩登家庭的那个ABC电视广播公司 叫做ABC Networks 还有推出了大热的权力的游戏的一个广播公司 它是一个付费频道呀 叫做HBO Networks 是的 刚才柯柯老师讲的这两个呢 都一般是搞那种大制作 或者是主流价值观的 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另外一个制作单位 叫做AMC Networks 它呢就是会做一些 哎呀不是那么主流 但是一看了就要一直往下看 会成瘾的 比如说他制作了那个绝命毒师 Breaking Bad 还有本人的挚爱 Mad Men 广告狂人 哎呀真的剧好看 Nio老师一不小心又开始上来安利了 他真的特别喜欢这部美剧 在办公室里面真的是逢人安利 我现在被他感染 也想去看这部剧了 是的 那个广告狂人里面的男主角 叫做Dung Dribber 唐 哎呀超级帅 帅到爆炸 是个男的都会爱上他 当然了 不只是这个广告狂人啊 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在做 类似全力的游戏啊 还有很多人喜欢的生活大爆炸 说起生活大爆炸 Have you watched the pilot episode of the big bang theory 你看过生活大爆炸的世播集吗 Yeah but it sucks Yeah I'm glad that pilot didn't get on the air but the show did 成功获得播出的机会就叫做 Get on the air 到空中让人看见就是播出的意思 是的可可老师那句话就是说 这部剧呢是成功播出了 但是世播集这个还没有放出来 他挺高兴的 还好没有放出来啊 我真的很讨厌那个世播集里的 哎呀难受啊 不能再往下看了 我们最开始提到的这个Netflix 他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呢他旗下很多美剧都是一次性放出一整季的 是的就是好适合我们这种养肥了再杀的观众一次看他个十几二十几 养肥了再杀就是说那种喜欢囤着美剧一次性刷个过瘾的冠剧方式 这个呀在英文里还有一个特定的表达叫做Binge Watch 是的这个Binge就是狂欢作乐的意思 那么Binge Watch中间呢有一个小横杠意思就是说 啊疯狂的刷剧刷美剧一次看他个好多集 I'm a binge watcher 我是一个刷剧党 把一整季的美剧下在电脑里 夏天吹着空调拿着临时刷剧 真是感觉那些美剧啊都像金山银山一样是一笔财富啊 你的这个价值观好好啊 看个剧就能够这么开心 社会多需要你这样的亲民 你有老师每天被迫看美剧看到凌晨两点钟啊 那是为了工作 还有我们这个微信上也有不少美剧啊的粉丝 他留言说 I've run out of TV shows to watch 他说他哎呀没有剧看了剧慌了 run out of 用完用尽用完了可看的电视剧就是剧慌了 I've run out of TV shows to watch 那你有咱们就在这一人向大家推荐一部冷门又好看的美剧吧 好的我想推荐的这部剧呢叫做硅谷Silicon Valley 在国内好像不是那么的火啊 但是我前段时间真的很喜欢看这部剧 它呢是一部喜剧 它模拟了一个创业的公司 然后还影射了很多真实发生的这个科技和商业圈里面的这个事情 非常的搞笑 而且很有意思 整个编排个人感觉是近期看到的一部还蛮不错的这个商业喜剧吧 如果你正在创业 哎呀真的强烈接应你看看这部片子 我要推荐的这部剧呢叫做百年酒馆是2016年年初的新剧 这部剧冷门到都没有在电视网络上播出啊 因为它是有一个单口相声演员Louis C.K. 自投资自编自导自演自剪辑自发行的一部美剧 就在它的个人网站上面有偿供大家观看 大家可以在A站上面找一找有双语字幕的版本 那么呢这部剧讲的是一个在纽约的百年的酒馆中发生的小故事 这个剧中的台本可以说是完美的 这不只是因为Louis C.K.本人精湛的优秀的编剧才华 也是因为有一种老戏骨呀 贡献了他们精彩的演技 其中呢包括大西洋帝国的男主牙叔 还有护士当家的主演Eddie Falco 有趣的是呀这个剧里面大部分的主演 都是来自纽约布鲁克林 或者是纽约旁边的华盛顿市 因为这个故事呢讲的就是美国人的那些纽约的老纽约情怀 所以呀如果你想找一部语言类的美剧 或者呢你想看一看那些纽约人的老情怀 那么这部剧就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好了今天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英文知识 我一定说第五季已经被这个Netflix预定了 Number 2 Have you watched the pilot episode of the Big Bang Theory? 你看过生活大爆炸的试播集吗? Number 3 It sucks 哎呀 烂透了 Number 4 Yeah I'm glad that pilot didn't get on the air But the show did 我很高兴直播机没有放出来 但剧通过了 Number 5 I just can't understand why they cancelled Heroes It's a great show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取消 Heroes 英雄这部剧啊 它简直是不神座啊 Number 6 I'm a band watcher 我是一个刷剧党 Number 7 I've run out of TV shows to watch 我没有什么剧可以看了 我剧慌了 以上就是今天内容的总结 你都记住了吗?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Kristan 可可 我是Neal Ni-Ao 啊? 好 咱们下期见 拜拜